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祝大家中秋愉快 佳解人團圓 感謝大家每天 按時收看齊遠的節目 當然我們今天 有很重要的節目內容 會在下半場的時候跟大家說明 所以你喜歡看齊遠去解說 所謂類股的未來趨勢 一定要把節目看完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今天是上漲173點 完全逆轉昨天的黑K 昨天的空方的缺口能不能回補 就是未來三天的觀察重點 當然這些過程 我都在我的演講會的內容當中 跟大家之前都已經預告過了 中秋節的時間當中 我們再次的開放 開放三天的所謂的感恩重播 當然加LINE88168 VIP加入 你就可以看所謂演講會的重播 同時很重要 裡面會有一些個股未來的看法 如果說你想知道 後續的產業往哪個方向走 後續的個股有哪些有機會的 這個重播你一定要把它看完 同樣的我們這個演講會的優惠 再開放三天的時間 也希望投資朋友們可以把握機會跟上 好 加權指數 今天的一個所謂的一個上漲 我想提振了很多人的士氣 但是問題是今天的量 是稍稍的不太夠 為什麼會不太夠 最主要是因為昨天應該是有很多人 做一個所謂的賣出的動作 賣出之後 當然今天看到大摩說話 說台積電展望又是很好 昨天小摩說不好 今天大摩說很好 各位都被搞糊塗了 正如我所跟大家講的 其實台積電 最主要它有幾個重要的一個關卡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3奈米的製程 3奈米的製程 FinFed部分我認為會是未來的成長動能 2022年 當然是第四季N3開始量產 N3的延伸會在2023年出爐 我要跟大家講的重點是什麼 其實N3跟N3延伸 差別在於價格 如果說這個價格比較吸引人的話 難免我是這個 假設我是所謂的台積電的大科 我會希望說 我可以花稍微多一點的價格 但是可以提高更好的性能 當然這個部分來講 一定是未來台積電的展望 台積電當然如果說它可以守住的話 未來台積電是有機會去 慢慢的去回補空方缺口的部分 前提是前低433的價位不能跌破 所以台積電的展望 如果未來在明年上半年就是好的 9月10月理論上就應該把這個整理完成 看到這個大盤的季線扣底 目前還是在一個所謂相對偏高的位置 這個扣底扣下來的時間 大概需要兩個星期 所以未來的兩個星期 包括下週一直到9月下半旬的時候 如果我們前提可以守得住 後續季線上揚就有機會 好 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一下大盤 當然今天最開心的是什麼 今天最開心的是我們的 這個北極星亮燈漲停 好 北極星是我什麼時候 在節目上跟大家講的 我們來回顧一下 過去我們曾經在節目當中 講過北極星的時間 這個是8月16號的節目 8月16號節目 當時是保齡附警的第二根漲停板 易德那時候的漲停 這個是8月12的星期五 那是我那個時候跟他講持股更新一下 我的會員持股 保齡附警有8張 當時北極星有10張 大家記住這個張數 在節目當中公開會員的詞規 代表老師看好這些個股未來的表現 也代表我看好這個未來的表現 我不知道這樣的提示 大家清不清楚 好 我們看一下 北極星今天的表現是什麼 北極星今天是亮燈漲停 亮燈漲停連續兩天的長黑之後 今天帶亮去做一個漲停的公高 今天亮燈也相對的滿多的 當時還沒有收盤的時候 預估量是1萬1千4百多張 好 到尾盤的時候是整個亮燈 預估亮燈有稍微少一點 到最後結果是10583張 亮燈漲停 當然我今天就一定要跟我的會員對話一下 我問他說張數還有多少 扣掉上星期賣掉的 操作的過程這一段 當然上漲的過程 我們會看到比如說好的一個價位 會適時的讓會員的獲利先放口袋 先放口袋 從我們中市講的那一天開始起算 130塊的價格 一直到上星期的所謂價差 假設是200塊好了 這個中間的價差就出來了 一張就有7萬塊的價差 這個是我從中市上節目開始算的 當然我的會員買了更早的時間 這個都是在大家的見證底下 好 這兩天的長黑 特別是這一天長黑可以帶量的時候 它的量能的確是非常大 當然很多投資人會擔心 可是強勢股一旦成形 趨勢一旦成形 它是很難去改變的 很難去改變的 如果說你在8月初的時候 這個地方 我本來給花個框框在這裡 如果在這個框框的地方 你可以跟上我的腳步 也就是8月初 我跟大家直接分享生技股的時候 大家想想看 我那時候同時講的創為立志 跟所謂的跌升的股票不能買 如果那個時候你做換股操作 假設你換股操作 你到今天為止 你不只不會面臨到虧損 就是虧損擴大的情況 你同時你的獲利又會提升 各位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嗎 我為什麼在8月初的時候 一直跟大家講不要追高 8月初是什麼時候 8月初是這個大盤 在這個地方季線上方 這一條橘色的線是季線 在這個地方我不斷提醒大家 你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如果說那個時候你可以 把你的持股做轉換 把你的一直套的股票放棄 轉換新的標的 你到現在為止 你的整個投包率的差異是非常大的 比如說你可能100萬少賠20萬 假設你透過北極星 一張標收賺7萬 賺5萬好了 這樣10張有賺50萬的空間 你這一來一往差多少 這個是你在持股調整 轉換 換股操作最大的差異 所以這是我在節目當中 不斷跟大家講的 就是你一定要去思考去面對說 你手中的套牢的股票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而不是可能有些股票套牢了 然後你又去追新的 你希望透過新的股票去追高 然後去彌補這個跌升的股票 但事與願違 大盤這樣跌下來 從8月中旬跌到昨天 有1000點的這個跌幅 很多人的股票繼續爆 繼續到 甚至越掏越深 這個就是我在節目上 不但跟大家講 你的操作的節奏跟方向 怎麼樣去做調整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你把你的持股 在LINE裡面跟我講 我可以很清楚的跟你講 哪一些股票你可以繼續留 哪些股票你不能夠再繼續爆 這個就是所謂的換股調整 操作之前的一個調整 當然你把一些不會漲的個股換掉之後 換到新的主流上來 你的獲利就會慢慢的改善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跟著 這7月刺股換股操作最大的一個原因 如果說你有套牢的問題 你加入我的LINE88168 VIP 我是說真的 因為下個禮拜開始 一旦大盤 補掉那個所謂的空房缺口的時候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會跟著漲 你看我們從7月 7月初的創新低的時候 那個時候低點是13928 從13928漲上來千點的一個行情當中 很多股票是沒有漲的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不是股票爆久了就會漲 就像我們南部能講過一句話 在股市當中這句話不能完全去印證 因為很多股票是下得去上不來 所以這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講的重點 好 那不只是這個所謂的北極性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這個合一的部分 合一今天在創這個所謂近期的收盤高 這個收盤高應該是過去這四天 從這個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今天是禮拜四 四天的收盤高 當然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昨天節目跟大家講 9月6號其實外資是買超這個所謂的合一 然後跟所謂的4128的中天 當然我們更早在中視的節目當中 我們在8月19號 其實就已經有跟大家說過 中天合一 這個所謂過去的天國一揮 有沒有可能在生技行情上來的時候 成為盤面上的主流 這個是我當時在8月19號的時候 跟大家去公開做說明 我們回頭看這個時間點 你看當天的4743的合一 當天的4743的合一 當天的收盤價是多少 182.5 182.5 那到現在為止 各位284 100塊的價差 100塊的價差 這個就是布局在起漲之前 你能不能掌握前端資訊 好 當然今天保齡富景也相對是 滿強的個股 因為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所分析的個股 其實它都會有一個 所謂主流的趨勢出現 這個就是選股上的差異 很多人選的股票是跌身 談不起來的 比如說一樣是生技股 有的人去買高端疫苗 漲不動 但是我選擇的是什麼 北極新 合一這些個股 這個就是在選股上最大的差異 而且不只是生技類股 現在投資朋友 我相信在這段期間當中 很多人的股票 包括電子股也不見得會漲 我們看一下6643的N31 8月12日的時候 公開分享我們的操作過程 8月12號的那一天 漲停板的價格是317.5 大家記住這個價格就好了 一直到今天創收盤價新高 今天的收盤是385.5 相對於我在8月12號 公開分享這個操作過程當中 現在投資朋友當中 其實都還有一些空間 可是你看 為什麼我的股票就是能夠一直漲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N31的這個基本面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過 你在找電子股的過程 你能不能找到這樣的主流族群 也不是一樣跟他有這個題材 就每次都會漲 我們好比來說 西智財的股票這麼多 哪一檔股票真的會漲 這個就是選股上的差異 另外我們知道 其實在8月8號的時候 我也公開分享過加登的操作過程 你看加登今天好股果然夠強勁 今天再亮燈漲停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總是能夠選到這樣的股票 各位我如果說今天漲停 今天第一次講就算了 我在8月中旬的時候 講的這些股票 你看每一次都是上去的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我的團隊 我們的團隊選股有非常好的方向跟策略 非常好的方向跟策略 我常跟大家講 我們在收集這些資訊的時候 它最重要的一個堅持是什麼 你能不能走在前面 你能不能走在前面 我們看這張圖 你的資訊在前端嗎 你的資訊在前端嗎 什麼是已知的資訊 第一個報紙雜誌真相報導 大家都在講 大家都知道 甚至有些雜誌它是雙週刊或單週刊 不管怎樣 他們可能會特別專題報導某一些個股 好 那你可能看到那些雜誌 你會想買 第二個 營收連續創新高 不斷創新高的股票 我跟大家講股票一定是領先值 股價一定是領先指標不斷的漲 另外就是股價離年先一倍以上 這種就是短線漲非常多的個股 好 那還有什麼 賞戶籌碼持續增加 賞戶 因為看到這些報紙雜誌真相報導 賞戶就會去追買 然後這個時候出現券商調升目標價 這個就是所謂已知資訊 什麼是前端資訊 第二個 報紙沒有更新最新的訊息 因為它可能還在所謂起漲的階段 所以並沒有特別得到所謂報紙 或雜誌的一個報導 獲利止疊回升 營收開始增加 另外還有什麼 股價離年限非常近 各位連線這個概念大家一定要記得 連線是一個所謂長期整理的基準線 這個基準線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飛機起飛的那個跑道一樣 你離跑道越近 代表你未來往上飛的空間就越大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另外還有散戶持續減碼 興趣缺缺 等一下跟大家講為什麼 還有分點大物偷偷買進 核一在過去起漲的過程當中 4743的核一 在過去起漲的過程當中 大家知道嗎 我在這一週漲完之後 我一直到週五 這一週的週日的時候 我開始去看核一的這個 所謂籌碼的變化 你知道嗎 這個星期當中都是散戶在買 為什麼 因為人的習慣是這樣 我遇到我的股票套牢解套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就是想要買 所以我為什麼跟大家講 很多股票可能散戶都只賺一點點 但是真正的菜在後面 好菜在後面 你可能沒辦法吃到 這個就是操作上的盲點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改變這樣的心態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改變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跟上我們的團隊 為什麼你值得跟上我們的團隊 我們值得你去做跟隨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所有的個股都是在大家的眼前 公開操作 而且不是公開操作 公開講而已 還講得上去 這個就是什麼 我對股票基本面的堅持 我們團隊對個股篩選的堅準度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88168BIP 因為我們下禮拜開始 我們下禮拜開始一定會有動作 我希望在當下未來 整個9月份 我們在9月份行情噴出的時候 我希望有你的參與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當然我們接下來 這個部分要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的族群 好 這個族群就是我們今天的 這個矽晶圓族群 我特別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都是我今天節目上要講的股票 你看很多都是升級股 信果 信輝 合宜中天 太福 太景 忠於藥華藥等等這些個股 但有些個股已經漲很多了 如果說你要去切入的話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所謂進出的位置 好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這一個 環球晶是矽晶圓的指標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過去這一年當中 其實我個人認為最噴的還不是他 最噴的應該是在這個 先前這個3532的台勝科 台勝科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 我們有帶會員操作過 但這一波其實我們也很開心 好 我最主要是跟大家講 第一個環球晶的部分 環球晶今天出現一個所謂的 打錯 今天出現一個所謂跳空的一個上漲 昨天的環球晶出現一個 十字星的所謂的成星編盤線 這個在技術線上 它會有一個所謂止疊的一個訊號 但是這是技術線的一個 技術線型的一個所謂的訊號 不見得是一個 你作為所謂未來投資的意趣 從季限扣底來講 後續也有機會一直往下扣底 這個部分來講 我想要跟大家討論的是什麼 不管是環球晶台深科 合金 加金或漢雷 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說 先進製程這個東西 未來會不會是主流 如果它會是主流的話 你應該去思考一個點 我的先進製程 不是只有台積電在做晶圓代工 我甚至連我的12吋的晶圓 包括我上游的供應 然後我代工完之後 還有所謂的封測 這一塊是不是能夠 在這個所謂先進製程當中 有機會有機會吃到甜頭 這是我要跟大家說明的一件事情 既然是這樣的話 9月 10月這兩個月當中 通常是這樣 過去很多年的經驗是這樣 9月 10月可能會修正 可能會在所謂的11 12月 慢慢的股市又上去 然後延續到農利年 這是有時候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過去很多人會說中秋變盤 就是這個概念 好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通常是這樣 台股當中最大的權重是台積電 台積電是屬於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通常 一 二季都是比較好做的 第一季可能半導體 第二季IC設計 然後第三季可能就是一些 車用上游的原物料 或者是光學 或者是像一些所謂的被動元件 一些電子鈴組件這些 第四季可能就是像塑化傳產這些 這個是過去整個產業循環的周期 所以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做股貨 假設你想要去做一個所謂的布局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說 如果明年的台積電N31的製程可以開始大放異產 如果借貸的整理 外資開始不賣了 或者是外資開始油賣轉買的時候 它會不會是一個方向跟參考的訊號 這個是我要跟大家說明的 就像我在上個月 上個月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在 我是在這個八月初的時候 八月初有一天是禮拜三 我印象很深刻 好像是因為我八月八號上節目 然後好像是八月十號 我忘記是哪一天了 我在節目上特別講了生機類股 我特別講了生機類股 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講生機類股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 透過我的產業分析去注意到這個族群 同時也印證我過往的操作 這麼多的說明 只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中紀元不是隨便設費表明 我不是說看到線就去買 很多老師是看到線就去買 然後跟你算轉折 跟你算什麼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我還有很全方位的產業分析 因為我知道未來的產業 在哪些時候需要做哪些個股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 奇怪 我的股票不管是生機 或者是像N31 或者是加燈 甚至之前的華星光重達 我在電視上講完之後 都可以持續往上攻 如果說我今天 沒有做這個產業的研究的話 我沒有辦法去掌握這樣的個股 所以也就是 我在先前做了很多的功夫 當股價發動的那一剎 我帶我的會員進去買 整個波段賺上來 大家看一下 就北極星來講 整個波段賺上來 4162的這個事情也是一樣 你看都是在8月初跟大家分享的 你有沒有發現 外資這一天還買 我昨天在節目上有講過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你的老師能不能找到 你做到對的股票 而不是每天設飛鏢 越設越多 有重的拿出來講 沒有重的你就只能繼續放著 沒有設停損 你就一直抱一直套 這個就是最大的差別 好 我8月中旬跟大家提醒 大阪機線會反壓下來 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都已經見證到了 接下來大家會去想說 9月份我們要做什麼方向 當然我這個東西我已經在什麼 我的線上演講會跟大家講過 我也希望你能夠加LINE 能夠來收聽 收看 我在裡面講到很多很多的產業 包括加燈之後 台積電的小經濟 你要怎麼佈取 你要怎麼去操作 我在我的演講會當中有提到 有提到 我真的有提到 我希望你 第一個 你第一件事情 先加入我的LINE 88168 VIP 你來看演講會 你來看演講會 為什麼我有這樣的信心告訴你 第一件事情 我的加燈 逆勢 逆勢 漲不停 第二件事情 N31 今天再創收盤新高 如果你認同這樣的操作方式 演講會裡面的內容 你不能錯過 如果這一檔台積電的小經濟 你想要直接佈局 直接買 我帶你進場佈局 只要加LINE88168 VIP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動作 現在手機拿起來就可以直接做了 另外中秋節的所謂的 演講會 優惠 我們再開放三天 我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把握中秋佳節的機會 好好思考自己的股票 要不要做調整 如果你願意跟上我的腳步 持股 轉換 換股操作 趕快跟上我 把握三天優惠的時間 最後祝大家佳節禮拜 我們下周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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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닝 o by bwd6